哈囉,我是尹 嗨,我是Polla 今天我們要幹嘛? 我們今天要... 我們要做治癒果子了 然後這個是祭典小吃的 祭典小吃 喔,你說日本祭典的時候 日本祭典的時候 可以撈進去 那時候吃的 好,那我們打開來看裡面有什麼吧 打開來之後有這些東西 有模具 然後有叉子 還有湯匙 然後還有這五包粉 各種不同顏色 跟這個 黃色 一個糖果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囉 沒問題 好,首先我們現在要加入兩瓶水 對不起啦 好,一瓶 兩瓶 這個紅色粉給倒進去 攪拌三十次 好,我們現在要把它攪拌均勻 一定要攪拌均勻 因為它有點... 就是要讓它像... 有點像火凍的樣子 所以... 應該差不多了 有兩個圓圓的這裡 把它倒進去 然後... 下去... 還... 好了 接下來 準備換你下一個步驟 第二步驟 沒錯 現在呢 要加入... 一瓢水 一瓢水 這是要做薯條的 我們要來做薯條 倒進去 攪拌攪拌 感覺這有點難攪拌 對啊 所以我們要細心的 將它這樣子 我們把它攪拌好之後呢 要把它壓平 因為它底下有紋路 所以我們用手壓一壓 這樣子會比較明顯 好,好了以後呢 拿出我們的砧板 把它倒出來 喔 好 這樣子 然後 照它的紋路把它切下來 就變成薯條了 沒錯 我們就做好薯條 OK 完成 薯條切好了 那我們先放在旁邊吧 第三步 現在要拿出這個 黃色的這個糖果 然後呢 把它揉成長條狀 然後呢 把它揉成長條狀 你剛剛有沒有洗手 嗯,有 然後呢 拿出這個 剛剛沾板旁邊這邊 有一個 顏色的 黃色這個 我們要揉得跟它一樣長 然後它中間有一條線 然後湯匙 給它 切下去 然後我們把它做成有點像玉米的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做成有點像玉米的樣子 好 玉米應該是長掉的 遠遠的 好 好 好,那就放在旁邊 備用 第四步 好,先拿出這個 藍色的 它就是上面有玉米粒的痘痘的那個 OK 打開它 然後倒在這裡 然後讓它就是在那個格子上面 布滿它這樣 對 如果密集恐懼症人千萬不要碰這個東西 就是有點可怕 有點噁心 好,然後拿出我們剛剛做出來的玉米 然後放在這邊 堆洗 然後呢 在轉它的時候就是稍微壓一下 這樣它才會就是 黏在這上面 可以來回滾動 對 就是 讓它 讓它 就是變成 很像玉米的那種感覺 做成兩根像這樣子的 玉米 啊,它滿像的 對,其實滿像的 第五步驟 我們拿剛剛 這個香蕉 黃色的這包粉 然後倒入這個 星星的盒子裡 倒粉 好香喔 倒一瓢 碗 臉瓢 臉瓢 好 攪拌均勻 小心喔 把它攪攪以後呢 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把它從模具裡面拿出來以後 再拿出另外一個 這個 上面有香蕉圖案 那我們就把它 塞進去 好香的香蕉味啊 把它做成一根香蕉 好香蕉 就這樣下一個步驟 拿出這個 咖啡色的 粉 然後倒進去 OK 然後這是 巧克力架 巧克力架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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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然後剛剛我們的香蕉脫模以後 就會變成這樣子 我們大家把它給拿下來了 這樣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 插上牙籤 我們把它插上去 就可以沾這個 巧克力架 就是一種 香蕉巧克力的概念 好 大概這樣 然後就可以放到這上面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剛剛 剪下的包裝紙 把它給黏起來 就會變成 薯條頭 對 然後就把薯條 裝進去囉 剛剛蜂蜜 我覺得看起來真的有點像薯條 有沒有 就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再拿出我們剛剛做的那個 我們剛才做的糖果 第一步驟做的 它應該已經凝固了 對 我們把它給拿起來之後 就變成糖果啦 對 就可以放到上面囉 OK 登登 完成 完成 這個是玉米 兩根玉米 然後薯條 香蕉巧克力 三根 跟這個 是什麼糖啊 這個是糖果嗎 糖糊 喔 糖菠蘆 好 剛好一人一個 開動 嗯 滿好吃的 它是蘋果味耶 是嗎 是蘋果味 我覺得是蘋果味 滿好吃的 好 換下一個 香蕉 好 香蕉巧克力 哎唷 哎唷 看了 它真的香蕉味很濃耶 它真的是有香蕉味耶 我們來吃玉米 好 一人一個 玉米 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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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很好吃耶 它有好多個 山雜蛋 有點像 我們吃那個 口香糖 嗯 某個口香糖 某個品牌 的味道 的香糖味道 嗯 好 接下來我們來吃 薯條 好想吃薯條 真的薯條 開動 好 我跟你講我覺得 我覺得 現在的 就是食碗 做得越來越好吃了耶 真的 這邊有像我之前吃的那樣子的感覺 就是 之前就是全部都是糖 而且這味道很明顯 就是一種 就是有糖果的味道 就是不同的味道 對 所以它每一個糖果真的都是不同的味道 這是玉果子的 祭典器典 對 祭典小吃系列 嗯 我覺得它這個還不錯 我也覺得 大家可以現在去找到下這個東西 好吃 那我們吃後門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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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